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蔡政府执政以来 两岸关心不断被推入 这个兵凶站围的险境中 而外交部长吴钊燮 先前接受外媒专访时就说了 台湾正在备战 我们要战斗到底 也奇怪的是 立法院长游锡坤却说 要在立法院成立一个小外交部 来拼外交 所以外交部长要来抢 国防部的工作 而立法院要当成外交部来使用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当蔡总统对对岸 这么强硬叫板的同时 真的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来应对冲突了吗 看起来好像吃定了对方 是指老虎吗 还是说我们现在台湾 有什么秘密的核子武器 所以我们现在忽然间 硬起来了 好像都没有 但是结果 真正负责国防的国防部长说 他很紧张 现在是四十多年来 最危险的时刻 不是负责国防战争的外交部长 就说我们战斗到底 谁怕谁来打一架看看 这个都乱了套了 蔡总统你要管管你的 你的国防部 你的外交部吧 吴钊燮接受澳美ABC的专访 他是在国际上大放声 他说台湾正在准备跟中国战争 不会吧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跟中国战争吗 好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应该全民皆兵了 赶快把所有的年轻人通通招来点兵了 好 他说如果中国大陆要对台发动战争的话 我们将战斗到底 好 所以绿营人士就说 连绿营的人都听不下去 吴钊燮你现在是在干嘛 然后他们就说吴钊燮的论述太鹰派了吧 根本就是在挑衅跟引战啊 那外交不就是应该要避免战争吗 外交就是一种艺术 是一种智慧啊 结果吴钊燮却说来 我们来战啊 那吴钊燮传达给国际的讯息 完全就是台湾已经准备要战争了 叫大家赶快来帮忙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全世界应该是说 台湾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来维持一下台海的和平 不要变成麻烦制造者呢 不要在这边去点燃战火 不要去做挑衅呢 恐怕我们会变成大家类为这个麻烦制造者 一个外交部长反而在外面声势者 是讲话如此的不检点 这样子还能够当我们的外交部长 他讲话还能够代表中华民国的立场吗 原来我们大家都是好战分子 我还以为我们要永远必战 止战 追求和平呢 好 游锡昆就说了 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大 所以国会外交没有因此来就停滞了 我们国会很厉害 我们还是继续的在做国会外交 那本来有个临时编组的国际事务小组 有望正式成立国际部作为立法院的小外交部 所以游锡昆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你外交部正式不干没有关系 我们立法院来干 立法院来做外交部吗 这不是整套都乱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外交部抢国防部的工作 立法院又抢外交部的工作 那应该叫游锡昆去当外交部长 叫吴钊仙去当国防部长吧 真的是为什么会把国家安全当儿戏呢 好 这次呢 十月国庆一个很大的话题 就是我们军力的展现 熊山 宫山 飞弹车都亮相了 很多民众还等在路边了 一大早就要来看 这一些军机还有军车等等 他们的一个雄风 好 所以呢 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秀肌肉出来 这样台湾现在是怎么样 全世界都不敢跟老共打仗 只有台湾敢跟老共打仗了吗 我真是勇敢的台湾人 太冲太猛了吧 苏贞昌说 行政院现在我们会通过海空战略 提升采购条例 就是要来要钱了啦 采购的项目呢 有获得 有产制 有维修 我们要采限制性的招标 哎呦 听到这五个字 说人家腿软了 又是限制性的招标 民党一执政就什么事情 都玩限制性的招标 就限制有党性 有党政的人才能够得标吗 好 预算的上限是2400亿 哇 又有人啊 开始要放鞭炮了吗 可以赚2400亿 哇 好好哦 陈宇信委员呢 就质疑了 在国内市商的部分 就高达占有1830亿 完全跳脱了国防产业发展条例 对厂商分级的限制 所以啊 你看 兵凶战危啊 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2400亿算什么 还要 干嘛还要遵守法律 遵守规定啊 赶快钱花下去啊 不然台湾又被打了 用这样的一个理由 就可以 你看 爽花130亿 然后1830亿 然后很多厂商就等着要来标了哦 好 立法院的法治局都看不下去了 说 第一个 采购项目没有相关说明 这么多钱 你到底是要买什么啊 该笔预算的编列 紧急必要性也有争议 看不出来有什么很紧急必要 非要在这个时候空白授权 就让你几上千亿的预算就通过吗 太好花了吧 原来国库的钱比党产好花多了 好 资深的国防委员会委员 马文军立委就说了 今年的陆空军总共编列了 高达八千多万干什么 八千多万干什么 做生活驱灵绿化维护 就是种树的意思吗 接地气的讲法就是除草聚树 不是种树 是砍树啊 目前台海局势紧张 为什么国防部编八千多万要来绿化维护呢 割草聚树呢 是不是钱太好花了 八千多万我们不敢赚那个上亿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厂商可以赚到这八千多万耶 真是对我们刺激经济不无帮助 比那个隔魁的五倍券好像好用多了 但是这真的对台湾的国家安全会有帮助吗 那很奇怪喔 什么都是限制性招标 我们来看一下国防部这一回在国庆大会 展出了大批的国造飞弹喔 有人就说了是要向对岸来秀肌肉的意思吗 在政府不断的用芒果干来推销军购 可是就被在党发现当中有2400亿的采购特别预算案当中 有1830亿是用来试商耶 也就是说以后可以技术转移给民间耶 另外呢还有这个另立名目规避了国防产业条例 对厂商的分级限制也就是全部都可以限制性招标啦 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喔 所以从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部啦 外交部喔 先前玉山搞不清楚的那支影片 不都是限制性招标吗 所以说现在连军事武器的采购都可以限制性招标 哪一天突然一下飞机飞到天空去 发现飞弹发不出去的时候 这个要推给包商吗 又是包商的错吗 国防 这次这个国防部编的特别预算 他这个限制性招标 被刚才主任讲说 外交部的什么把那个瑞士的山 移到移到了这个变成我们的玉山 还有这个教育部的资料 限制招标不见 这个要严重的很多 很光谱这个要严重很多很多 我们现在有个特别条例 包括海空军的特别条例 我跟大家报告 这2400亿大概分配是怎么分配 大概将近600亿是给中科院 中科院就是国防部交代了很多的计划 去研究小潜艇 研究什么东西 好像成果也不怎么好 另外1800亿 就四分之三的预算是干嘛呢 中科院他可以直接委外用 不用限制性招标 不用用限制性招标 不用用采购法相关 他这个标可以给 我指定给什么人 国内或者是国外 听清楚啊 或者是国外 中科院权力有那么大 我跟各位报告 这个任期的第二个会期 我就执询过啊 现在以前啊 在陈水扁的第二任的时候 最后几个月 我揭发了一个案子 叫打证案 其实不是我厉害 人家把所有的资料给我 我开五天会 开到第三天 国防部长辞职了 他们就是民进党 当时什么两个人 在外面组成了一个公司 所有采购的日后的维修 通通有的 各位不要以为维修 维修跟采购的金额 几年下来几乎是一样的 4比6 那个维修金额更高 我跟你讲 我在第二个会期 现在是第四个会期 我就直询过这个事情 现在国防部都被 快被架空了 是由国安会 抹人蔡英文的 蔡英文的亲信 他来做这个分配 我要给谁就给谁 你以为甚至真是中科院 他可以做做相分配 不是的 就是由民进党相关的人 他来他们来做分配 当时我就要求 要去调查 审计部去调查了 我跟各位报告 审计部调查最近出来了 他讲中科院第一个 里面有657对夫妇 或者是二等亲的关系 员工有1300多人 占所有的人口里面的 将近12% 近亲繁殖 第二个是 限职的人员 他的利益 有什么利益冲突 我举例 包到中科院有36家公司 36家公司里面的董监士 的配偶 或者职系亲属 就一等亲 有35个人在中科院 扮演一个重要的位置 这当时我叫他们去调查 当时外界民进党 还说我在鬼扯 这是审计部调查 这是审计部调查的 第三件事情 中科院的员工的退休 没有旋转门条款 我今天离开了 我今天离开了 明天就可以到一家公司去上班 审计部调查 有一个人 马上离开了 不到一个月 就标了中科院4500万的 一个采购案 第四个 他没有安全的管制 照理说像我们的国军 你接过重要的位置 你出国是被管制的 中科院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还在讲 员工离职以后 仍然可以进出他的大门 直接去到里面谈生意 这个东西 我再跟各位报告 不仅仅只有限制性 都做没开放 可是却有很多人 挤进车厢里面 站着搭乘 那么会不会 没有办法保持 防疫的社交安全距离 结果去问了指挥中心 陈时中就说了 这都是个案而已 因为疫情很乐观 所以说因为是高雄 所以高节挤得像沙丁鱼一样 也都是个案没关系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盛峰老师 如果到时候防疫又出现了破口 难道又是民众松懈了吗 我想自从疫情发生到了现在为止 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跟定例 就是理性的科学跟利益的政治 之间的拔河的问题 假如理性的科学高于利益的政治 疫情是可以被控制 假如利益的政治高于理性的科学 那一定是很惨 而川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为了政治的考量 把科学全部丢到一边 弄到到今天为止还仍然不可收拾 而中国大陆当时疫情一发生的时候 他用科学的用理性的 来管制了整个的过程 结果他控制住了 好 我讲这个的理由就是 今天我们要去换国庆的烟火 会带来的13万人的集结 我请问假如今天这是在台中市 请问陈之中会不会主张继续办 因为是在高雄市 这是为陈基迈在加分 为了陈基迈加分 在这个时候的疫情13万人的集结 假如此时此刻13万人可以集结 我请问一级二级管制还有意义吗 假如我们今天的高捷车厢 假如我们的自由座可以集满的人 那我们还在管制什么二级三级 还让八大出来呼叫 还让各小各业各行各业 出来为生存呼叫 还有意义吗 冲冲是骗人的 为什么 因为从来不是从理性科学的考虑 理性科学的考虑 会有高端吗 对 理性科学的考虑 打死也不会有高端 因为摩柴害了我们的命 理性科学的考虑 会有11加3吗 都不会有这些事 被利益团体游说 幻灵只是代表哪一个利益团体 我们不清楚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 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所有陈时中坐在那里 每天像个傻样子在那里 练个不停的时候 在我的看法里 我发现的科学很少 然后呢 政治的利益很大 举一个最后的例子来跟各位说 武汉会员最后被打脸了 因为他的老爹美国说 不可以有歧视性的延迟 那就不用武汉会员 那用了什么呢 民党不是讲要JD气吗 结果用COVID-19 鬼听得懂啊 COVID-19是什么话 为什么 因为他要是讲新冠的疫情 新冠会员 那就打了自己的耳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用了一个最不接地气的COVID-19 什么道理 就是政治演胜于科学 所以在国防上 在事务上 在政府的采购上 是捞捞捞 在整个的疫情的管制上 是乱乱乱 所以我们今天痛苦万分 就是这样来的嘛 现在看起来防疫 似乎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更重要的是 五倍券到底有没有达到 很大的经济效益呢 问题来了 五倍券官方网站的原始代码 竟然被人家发现大量的简体字 五倍券相当的时候 有人是拿到了多两张 变成七倍券 但也有人少了一张 结果因为当面在超商面前拆了封 跟店员一起查看 结果竟然说没办法更换 好 结果又被发现说奇怪了 怎么官网工程师参考大陆的 部落客的注释 忘记删掉简体字的部分吗 不但是经济部出来道歉 而且还赶快告诉大家说 这个官网是官茂公司开发的 跟唐凤没有关系 所以因为出了包就跟唐凤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承 所以说呢 如果说跟唐凤一点关系都没有 先前为什么要一直宣传 什么天才IT大臣呢 是啊 我们说还是IT大国 然后天才IT大臣 然后说好像我不懂 这两位大立委在这边 上一次三倍券已经花了不少钱 在建制相关的平台 这次还要花9.7亿 再建设个平台 然后一开始说大当机 然后竟然出现简体字 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什么叫参考大陆部落客注释 这个旺山简体字部分 然后里面还有大陆用词叫质量 后来改成叫品质 我真的看不懂 我真的听不懂 花了9.7亿到底在干嘛 9.7亿到底 我们的官网公司 是不是也是限制新招标 然后搞了半天 然后状况连连 然后一个五倍券跟三倍券 也不过是多2千块而已 还要花9.7亿 我觉得我刚看到 各位包括盛宏老师 跟废伟 我就想说 我就叹气你知道吗 为什么别人赚钱这么好赚 又没有旋转门 又自个儿拉自己的亲戚 就是夫妻两个在中科院一大堆 然后出来还没有旋转门条款 一下就标了几千万的生意 这里9.7亿 然后最近呢 我们政府终于大发辞薪 调了基本工资 2万4 便2万5千250 调了5.1% 然后呢 辞薪呢 160 调了到168块 我给你鼓掌啊 一般老百姓这么辛苦 这么可怜 然后你们这样子几亿 亿来亿去这样花 9.7亿 然后里面还有这么多简体字 不是 不是说不可以有简体字 因为你跟大陆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那你现在 如果现在是国民党执政 那还得了 马上翻桌了 这个是不是跟大陆偷的这个城市啊 你们花了9.7亿 是不是拷贝大陆的城市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花了9.7亿 连那个最后的检查都没有啊 简体字就上网了 请问一下你9.7亿花到哪里去 你跟我讲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委员他们 他们都可以去查一下 你们在那边亦来亦去 背来不去 这里几千万 那里几千万 人民这么辛苦 最后赚不了多少钱 然后缴了税以后 跟你们这样花的 然后我们发五千块 跟皇恩浩荡一样 我觉得民众真的很可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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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